各位老師,大家好 今天我所講的故事是訓練女兵的書母 從前有一個人叫做書母 她出了很多書 但其中一本書叫做訓練女兵的書母 因為在有一年她研究了戰場上的勝敗 她銷售到各國 然後楚國的軍王看得很滿意 就請她過來當軍師 國王下了隆重的宴會 她親自到門口等她 但是還看到她很震驚的心裡想說 軍師應該是一個隆風靈靈 但是這個軍師有點瘦骨如柴 所以軍王把它在到宴會上面 就問好愛的問她說 你的兵法我是看過了 她是光說不練叫做紙上彈兵 你寫的兵法可以實地操作嗎 軍師母就說 當然可以 因為我說寫的兵法是真的 喔 軍王又說 那你可以去練女兵嗎 大學們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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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所以 十五說 當然十五說 當然可以 但是他們大學們都覺得很好笑 因為在那個時代根本就沒有人去練過女兵 所以他們就覺得很好笑 軍王就說 軍王就派了一群公民和一群飛子給他 就覺得很 就覺得 這件事情 十五根本就犯不到 所以飛子們也很好 也很想參加 軍王選了那兩名他喜愛的飛子去參加 十五手上握了一把 一把寶劍 那把寶劍 握在那個人的手上 每個人都聽他的命令 但是 那群公女和飛子卻嘻嘻哈哈的 一點都不正 就是當作 震驚的事 卻當作是好玩的遊戲 所以 蘇姆就叹了口氣中 所以現在我喊左 你們就看左 我喊右 你們就看右 明白了嗎 但他們那些人說 但供你們說 不明白 不明白 因為他們覺得 一個拼法家 竟然問這個 連三歲小孩都知道的問題 他就覺得很好笑 所以 十五有說 到底明白不明白 你們就說 好啦好啦 我們明白了 所以 他們就馬上 把他們 馬上把他們 要做的事情 練了一遍 九虧的寶劍 鼓聲咚咚咚的響起 蘇姆跟我們的女兵 就說 蘇姆就說 蘇姆就說 他們一些女兵 卻 有些人像左 有些人像右 他們就嘻嘻哈哈的笑起來 蘇姆就很堅肅的說 就是 這些事情 他們 兵 他們就不好 視乎 軍師的 莫說 而且 就是 軍事 不是一些 游戲 所以你們要做好 他們就說 哦 好 但是 還有一個問題 因為他們那裡 他們都覺得是好的 遊戲 根本就隨便 呼嚨一通 蘇姆就說 我喊左 你們就向左 我喊右 你們就向右 明白了嗎 他們就說 明白 蘇姆 一揮下寶劍 我聲咚咚咚的想起 蘇姆 還有 有些人 有些女兵看右 有些女兵看左 他們有嘻嘻哈哈的笑起來 這次蘇姆可真的生氣了 他說 這是做不好 是隊長的過錯 請兩位隊長上前來懲罰 他們兩名隊長嘻嘻哈哈的走上來 蘇姆就說 蘇姆就說 來人啊 把他們斬首示中 菲子們就很震驚 心心想說 這次這次蘇姆想的是真的 他們就喊說 大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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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命啊 軍王就說 說 你所操練的兵法 我看過了 但是這兩名菲子是我寵愛的菲子 不可以請你放過他們 蘇姆就說 我所寵的兵法 不能依照別人的求情 就勞過他們 所以蘇姆就把他們斬首示中 現在 像公里 連掉下一根針都聽得到 蘇姆又 又撿壞了兩名女兵 還擔心隊長的位置 蘇姆又 鼓聲咚咚咚咚咚的響起 蘇姆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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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练好了 现在你们现在要让我们男兵来测试一下吗 金网就说不用了不用了 你所用的兵法真的很棒 虚无